孤独症的这个干预治疗方式 还是以行为矫正为主 为什么以行为矫正为主 因为不排除我们现在 我们之所以去诊断一个孤独症 是因为它有一个社会交往的问题 它有一个行为方面的刻板 它还有一个兴趣的狭窄 就是有各方面的这种表现出来的 外在外显的一个现象学的一种 那么我们因为这些原因去诊断了它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相应的行为矫正的东西 去改变它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改变它的行为刻板 我们改变它的没有语言 我们改变它的兴趣狭窄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语言障碍 它的社交障碍 恰恰我想说的是 真正的一个孤独症儿童的治愈 不是去从行为上改变了它 而是我们真的从一个精神结构的角度去改变它 这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人 一个出生的婴儿 他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正常的孩子 一个正常的孩子 比如说到了六个月 他看到妈妈的时候他会笑 因为这个面孔他熟悉了 孤独症的孩子不会 孤独症的孩子看到任何人都没有反应 在六个月的孤独症的孩子的一个评判标准里面有 他是不是能看着人能逗笑 这是一个表象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正常的孩子 他看到妈妈他会笑 而孤独症的孩子看到妈妈他不会笑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孤独症跟妈妈互动的结果 就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良好的母婴关系 是这个母婴关系让他从一开始出生 我们知道孩子一开始连他的手在哪他都不知道 几天十多天之后 他才开始用自己的手放到嘴里去吸水自己的拳头 一开始是拳头 然后完全不知道外部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突然对妈妈会笑的呢 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面 他跟妈妈发生了大量的互动 他知道在我饿的时候 在我不舒服的时候 妈妈会来照顾我 妈妈会给我奶 然后孤独带来的 或者是说孤独 或者是说饥饿 或者是说身体的难受 带来的这种所有的不适感 妈妈都可以帮我排解掉 所以妈妈就是给我带来 所有一切好快乐 所有一切好的感觉的那个人 他们当然会对妈妈笑了 孩子最早的一个精神结构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孤独症的孩子 孤独症的孩子 其实还有一个临床的表现是 他不仅不会对着妈妈笑 他连如果门被风吹来关上 他可能都会听不见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 有的家长可能最先带着孩子去检查听力 他们不是去看到说 这个孩子是有自闭症 他们会想这个孩子是不是听力有问题 因为他对外界是没有反应的 他对外界 他的这个整个精神结构 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他接收不到外面 跟他的身体发生的任何关系 那这个地方我们很难说 是妈妈怎么了 还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但是一定有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有调查研究发现 其实产后抑郁的妈妈 因为产后抑郁导致了妈妈的一些 特殊的一个心理状态 她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回应自己的孩子 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照料自己的孩子 所以产后抑郁的妈妈 的孩子患自闭症的这个风险 要比其他孩子要高出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互动中一定 对孩子的心理 就是母婴的互动 一定对孩子的心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不代表说 孤独症的孩子一定是妈妈 得了抑郁症 或者是妈妈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才导致的 我们说了有的孩子 他就是一个高需求的孩子 我们经常会听到 说这个孩子有很高的需求 孤独症的孩子 显然他有可能是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的 他需要的这种被理解 被关注 被关照 可能会更多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妈妈已经做的 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 和这个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链接 那这种情况 那么孩子的身体和外界 这个链条是断开的 在这样链条断开的情况下 他的精神结构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的 这孤独症到底能不能治 其实在法国 在一个精神分析的背景下 治疗孤独症三岁以前 痊愈的是有很多的 但是一定要早 如果晚了 就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发展 包括语言的发展 它都是有关键期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的这种 狼孩的这种经历 就是他过了那个发展 关键期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 根据法国的经验 包括我们在回龙观医院 运用心理健康中心的经验 我们确实有在低龄孩子那个地方 治好孤独症的这个例子 就是治好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看一个孤独症的孩子 按照现在的传统意义上的 这个行为矫正 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达到我们给他一个东西 他可以很好的去指认 然后呢 也可以很好的仿说 也可以很好的按照 我们交给他的方式去互动和别人 但是所有的这些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都是一种输入性的 也就是说一种植入性的 就是不是他自发的 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 到了三岁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 辅育孩子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 一个正常的孩子 到了三岁 两岁多 他会不停地问 妈妈这个是什么 妈妈那个是什么 妈妈这是为什么 那个是为什么 没有任何人教他说 你要去问为什么 你要知道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没有任何母亲 会在两岁的时候 这么跟孩子说 但是孩子是自发的 为什么孩子会自发 因为他想要知道 这个想要知道 是来自于他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欲望 这就是一个精神结构 建立起来的标志 就是他想要了解更多 如同我们说的 这个好奇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被行为矫正治疗的孩子 是没有办法提出 这样的问题的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 就刚才我说 那些考上了 211985的这些孩子 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 而且这种应试能力 也特别好 可能包括他们逻辑能力 什么特别好 但是为什么 他们在社会交往上 仍然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早期的 这种行为训练 包括认知训练 就像我们很好的 给他植入了一套 这个认知系统 他可以很好的输入 包括编辑 但是他缺乏的 却是一个情感的维度 这个情感的维度 就是早期的时候 他和母亲之间 所有互动带给他的 因为他哭 妈妈给了他安慰 说宝贝别着急 妈妈在这呢 妈妈在帮你呢 妈妈在看 你是不是哪不舒服了 这些话语 带着妈妈的遍布表情 带着妈妈温柔的抚摸 所有的这些东西 带给他身体的一个感受 是有一天 他可以用这些 用这些宝藏 去攻勤到另外一个人 他看到另外一个人 哭的时候 他会难过 他会知道那个人伤心了 他会想要去帮助他 就像妈妈小时候帮助他一样 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他的情感的发育过程 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 真正把他变到一个正常的孩子 而仅仅是在行为上 认知上去干预的话 他的情感就没有办法像这样 而且我们也看到有 比如说三十多岁的 经过治疗的一个孤独症 我们看到他还保留了一个 始终保留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看到任何让他不开心的事情 他遇到任何让他不满意的事情 或者具体说是这个不开心的事情 他并不知道怎么让他不开心 就是在这个情感的维度 他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时候 他更多的是采用尖叫的形式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个大龄的 然后我们认为认知已经 就是礼貌性的交往 已经建立了很好的 这些自闭症的孩子 大龄的孩子会尖叫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尖叫 但是如果他的妈妈 如果一直贴身的去跟随他 他妈妈会说 我觉得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 可能他心里面会不舒服 其实妈妈特别敏锐 妈妈说的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孩子没有办法 用他的语言去表达这一切 因为这个语言 在治疗的一开始 对他的输入就是一个工具性 就是说这个语言是为了去 为了去工作用的 而不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情感 为了去描述他的身体用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 可以让这些自闭症的孩子 变成高功能的自闭症 或者是说变成一个学习很好 他也可以进行一些程序化的工作 他可能一生都需要 我们有一些机构 能够给他提供一个特殊的位置 让他去从事那样 不与人打交道 或者是不用情感去 做任何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我刚才提到的 像我们说的三岁以前 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的 我们把它命名为 主体构建治疗的这种方式 去治疗过渡症的孩子 那他们恢复了之后 是很有可能 绝大多数的人已经